大家好,欢迎回到微信公众号GS全站开发实战的课堂 那么今天这期课呢我们会带领大家生成我们这个问答系统的脚手架 那么这期课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点 第一个是Uman的入门 那么我们这个脚手架的生成过程离开一个脚手架生成的工具 那么叫Uman 那么第二个是技术站的介绍 就是说我们所选取的这个脚手架 它包含哪些技术 那么为什么是这样 那么第三点就是我们脚手架的生成过程 那么因为这个在我们的ECS云主机上 我们没有创建单独的这个Linux的用户 那么用root来执行Uman的命令的时候 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 然后最后一个是把我们生成的脚手架放到Github上面 然后做一些配置上的调整 好,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实际演示的阶段 那么首先就是这个Uman 什么是Uman 那么Uman的官方网站是Uman.io 那么它对自己的定位是说 它是web的最就是这个现代web应用的这个脚手架工具 那么脚手架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就相当于它帮你快速的搭建一个你可以在上面做自己也有开发的一个应用原型 然后使用Uman的话也比较简单 这几个选用的这个Uman Generator叫做Generator Express 那么它会生成一个Express的应用 它就是专门为Uman写的一个Generator 好,那么我们这个Generator Express它支持什么样的技术站呢 那么这也就是本节课的第二点 那么Generator Express它的特性有哪些 第一个是支持非常简单的或者MVC结构的这种文件组织方式 那么它支持CopyScript 然后还支持这个Grant或者Gulp 还支持这个Editor Config 能让你的代码在不同的这个文明编辑器里面 能够保持相同的这个编码风格 那么还支持很多种模板引擎 那么这个模板引擎呢 是在你生成这个脚手架的时候需要选择的 那么还支持各种这个CSS的预编译 那么这边包括SaaS、Less和Stylers 那么还支持着很多种数据库 那么数据库的支持呢 就如果你要用数据库的话 必须要选用这个MVC的结构 好 那么在本门课程里面 就是我们这个实战项目 微信的基于微信公众账号的问答系统里面 我们会选用这个MVC的文件结构 然后不使用这个Copy 那么直接用原生的GNS 然后我们使用GoPro作为这个构建工具 然后使用JID作为模板引擎 那么使用Less作为我们的样式 还有使用MongoDB作为我们的数据序化存储 那我们怎么开始快速的生成我们的教授家呢 那么参照这个generator express官方的这个步骤 那么第一步呢 我们就需要跟Uman这个官方的步骤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npm install-u 然后等待它安装完成 好 那么第二步呢 我们还需要安装这个generator generator express 好 那我们可以执行一下U 那么可以看到 那么可以看到 它就会出来一个界面U 大家注意看啊 这里面有好多选项 那么按G和K 是可以来回选择的 那么安装这个generator可以从这选 也可以用APM 那么我们退出get me auto here 然后装这个generator express这条命令 这个交手架 然后等待它安装完成 好 那么 现在做一些清理 那么之前我做课程准备的时候创建的一些目录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直接执行U 那么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安装的这个express generator 它已经出现在这个generator的列表里面了 那我们先退出 那么我们为了把我们的代码组得更好的 我们创建一个projects目录 然后 然后 g加write 那么给它组一些权限 好 那么cd 到我们的projects目录下边 然后执行这个U的这个命令 然后运行我们这个express generator 然后我们是用这个express generator 好 那么它问你是否要创建一个第一个问题是否要创建一个新的这个目录 那我们选是 然后我们目录的名称 然后我们目录的名称 那我们就叫 WeChat 百度 lobert 好 那我们结构呢 我们选择MVC 第三个问题是select a version to install 就是你需要安装哪个就是哪一种版本的这个交数价 MVC 那么模板呢我们选用 jade 然后呢 css 预处理器呢 我们使用这个 less 然后数据库呢 我们选用mongodb 然后这个构建工具呢 使用gulp 好 然后它就给我们创建了目录 然后接下来它会自动帮我们执行这个npm install 那么对于这个第一次在这个以root 以root身份在你的云主机上运行这些命令的同学来说 你有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那么 比如说是 可能你没有权限写这个加募录下边的.npm目录 那么.npm是这个 就是你这个npm它所有的这个cache npm install所有的cache在那边 那么还有可能有一个优美的全局的page 你没有办法 没有权限写 那么如果遇到这种问题呢 是有解决办法的 那么就是把这些目录改一下权限 至于改权限的这个命令 那么就是change mode change mode 然后这里面g加w就是给这个root这个用户组 添加写权限 那么通常这种 这种权限的修改方式都能满足要求 好 它已经这个安装完成了 那么ls看一下 那么cd wechat 百度robert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了我们这个整个目录 整个目录已经它已经创建好了 那么less app 那我们可以接下来我们要先把这个代码放在github上面 我们去github上面新建一个仓库 好 我们新建一个空到仓库 那么我们因为我们的机器上没有配这个ssh的月工月 那我们直接这个用htps的方式 那么这里呢在本地我们先get init一下 然后get add 然后get commit 好 我们看一下get remote 它是没有的get remote add origin 我们直接把github添加为它的远端 然后get push origin master 然后输入github的用户名和密码 好 等待它push完成 那么我们到get hub来刷新一下我们这个仓库的根目录 那么可以看到呢 就是 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目录就是这个应用的结构 它app下面这个mvc的架构就是model view controller 那么这个都有这个对应的文件 model下面它给我们这个 就是自建了一个这个article就是文章的一个页面 那么其他的像这个 get一个nore呀 bowerrc 然后add config呀 bowerjson和packagejson它都帮我们配好 接下来我们对它做一些小小的调整 brim.edit config 那么我们推荐使用的缩进方式是四个 然后我们把它提交一下 然后因为没有配这个sss的公约 每次push的时候 都要收用的密码 那么对于只是自用的机器 那么大家是可以 在你的get hub上面 就在个人的setting里面 这里面有一项sshp 那么你这可以自己来配 好 然后脚手架的生成完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能就需要启动它 那么在我们这个 因为在之前前半 这这门课程的前半节 我们有做练习 那么那个也有一个node server 那么我们需要先把它杀掉 用pm2q 好 那我们怎么启动呢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goopfile里面 这里面有一项叫做goop default 我们直接执行这个goop 那么我们这个应用就起在3000端口上了 然后我们再开一个table 好我们登录上去之后呢 然后cd wechat 百度robert 然后呢 我们用car这条命令来看一下 我们的应用是否启动正常 那么可以看到它是启动正常 这里面有说 vacom2generatorexpressmvc 那么这是一个html的响应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github仓库上 看一下我们这个脚手架 它基本的组成结构 那我们可以先看这个goopfile 那么这个goopfile里面呢 它熟悉goop的同学 应该都知道这个 这里面gooptaskdefault 那么就是我们直接运行goop 那条命令它启动的任务 那么这里面有三条子命令 那么第一条是less 那么这个less呢 它是把public下面的所有的less文件 然后把它编译成 用那个就通过这个plumberless 然后编译成这个css 然后watch的话 它就是watch我们的less文件 然后编译成css 然后development命令 它使用这个nodeamon nodeamon使用我们的这个app.js app.js是我们这个server的一个入口 然后在build的时候 做了libraryload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它使用了这个gooplab reload的东西 这个是我们的goopfile 那么再来看我们这个入口文件 那我们这个入口文件呢 它里面包含了这个config下面的config 然后在这里面直接创建了一个mongoose的 就是数据库链接 然后呢先把所有的model加载进来 就是appmodel下面的内容加载进来 那么这里面是也是用这个mongoose的schema模式去编写的 然后接下来就创建了一个express应用 然后是require了config下面的express 那么这个里面配置的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等一下去看一下 然后就把这个server启动在这个config配置好的端口上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config里面的config 那么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这个端口 默认端口都是3000 那么连接的数据库是localhost 什么development什么production 那么是这样一个内容 那么它这里面会通过这个process.node.inv来判断 我们当前这个应用启动在什么模式下 那么默认是development 如果你是production的话 那么它就是会 就是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模块就是config模块 导出的内容是根据我们这个env来决定的 就是config本身有三种模式 就是三个key 然后我们当前的运行模式有三种 然后它会导出对应的这个模式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config里面的express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express server的配置 那么这里面配置使用了什么模板引擎 使用什么logger 然后什么body parser 还有cookie parser 还有这个压缩 然后把public目录下的静态资源 作为这个静态资源来发送 然后这里面加载了所有的controller 那么controller呢 相当于是这个我们之前就是在本门课程前半部分讲的那个roots里面的那个功能 然后还加了各种容错的处理 那么这个呢就是整个这个我们这个应用的它一个结构 那么app下面就是因为它的model是在这个app.js里面加载的controller是在config.express.js里面加载的 那么controller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那么你可以看到它这就是生成了新的这个express router 然后呢在它上面挂载了各种这个路由 然后在里面直接调rester render 然后直接使用了进度的模板引擎去渲染模板 那么实际上在接下来呢我们会把我们原来那门课程里面关于这个微信 请求签名教验的那一部分呢把它挪过来 然后放在我们自己的这个controller里面 那么这个是下节课的内容 那么下这节课的内容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 那么下节课再见